Hello 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澳門賽馬會在1月15日突然宣布 由於經營困難和賽馬活動無法迎合社會發展需求 在今年4月1日起會結束營業土地歸還政府 之前有媒體報道 有些馬主通過官方渠道才知道馬會的決定 有馬主說在2023年初疫情開放之後 馬會仍然推出各項優惠鼓勵新馬投資 馬主千里迢迢買下糧區 不少馬光底部澳門沒多久 怎知馬會宣布不再做 然後要面臨送往內地 不少馬可能未出過賽 據澳門平台新聞報道 基於澳門賽馬會現役的馬主 在2月初曾經致涵澳門賽馬會營運總裁杜晉斌 說當中大部分馬主早已異興南山 決定在3月31日後將馬匹退役 要求馬會依據馬匹評分、稅數、競賽能力 以往勝出總獎金等條件 作出新價評估後給予馬主補償 馬會在今月21日回覆馬主 答案大家可能都猜到 就是沒得賠償 信裏指鑑於與特區政府解除賽馬經營合約後 衍生相關工作安排 說馬會已承受極大財政壓力 想拒絕馬主提出的額外補償請求 在信裏馬會更指出馬會自開業以來長期處於虧損狀態 並說他們每年都會將資產負債表和經營狀況公告 刊登在澳門媒體 說馬主應該清楚了解馬會的財務狀況 在決定投資扣入馬匹前 應當理解投資風險和自行管理好作出投資風險的估算 即是買馬投資可升可跌可賺可賺 馬主自己搞定了 澳門賽馬會又說由於需要處理馬匹運來澳門 已經主動提出設立運輸馬匹寶助金 計劃將以實報實銷方式寶助 運送馬匹到國外和內地指定地方的寶助金上限 分別是港幣20萬和3萬元 馬會在1月15日突然公布 說與政府提前解除經營賽馬專營批級合同 4月1日起終止賽馬活動 馬會說營業至今累計虧損了超過25億澳門元 馬主買馬投資了很多錢 馬會這樣回答 不知道馬主滿不滿意 如果後續有消息再和大家跟進 好,這一集先看到這裏 現在只想支持我 記得訂閱、按讚和分享 1月1日後 1 1